轻摆摇摇LPGA台湾锦标赛于今天下午画下句点 台湾选手很可能无法为地主留下冠军 然而这项赛事对台湾女子高球有存在的必要 藉由这个舞台年轻选手才能怀抱远大梦想 让台湾与世界接轨培育出下一位曾雅妮 LPGA台湾赛自2011年曾雅妮在最风光时期夺冠之后 后续台湾选手均未再把冠军留下 2012年曾雅妮获第三 2013年宫一瓶第十三最佳 2014年陈思佳第十五 2015年徐维林景居二十九 去年宫一瓶才又把台湾选手最好成绩提升至第五 确实台湾选手无法在地主游市下获得更好成绩表现 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到 在世界一流选手的竞争中即使是地主选手未必能占便宜 但若连地主游市都没了 台湾选手在LPGA舞台上的竞争就会更剧烈势 2011年曾雅妮的风潮带给台湾一股力量 当年第一年LPGA台湾赛盛况空前四天下来6 7万名观众创下台湾看球记录 球迷的支持让台湾女子高球看到了希望 然而随着曾雅妮走下坡比赛热度跟着缩减连带的企业 而今年LPGA台湾赛面临赞助商合约结束之际 还真的差点告终 但群摆摇摇基金会扛起赞助任务 延续让这场比赛再维持三年 有了LPGA台湾赛罪 大好处就是让更多台湾选手有机会参与LPGA赛事 今年包括业余选手侯宇桑安和友 林子涵 吴嘉燕 甚至已进军日群赛的蔡佩颖 若非台湾赛的举办 他们也无法参与这场世界女子高球最高等级的比赛 LPGA韩风当道 从当年与曾雅妮竞争的深至爱之后 陆续韩国出现嫖人飞 柳骚扰接续登上球后顶峰 今年在冒出超级新人嫖陈炫 不断有新一代好手接棒 然而台湾在LPGA聚竞争力 仍是龚怡萍与曾雅妮两人 球迷期待曾雅妮的东山在起 但更重要的是台湾能否有曾雅妮接班人在起风潮 这也是LPGA赛事要留在台湾的最大因素 现 今不必在乎冠军肥水落入外人田 只要保住舞台就能给台湾选手站起的空间 曾雅妮 左签名者 仍是最受台湾球迷欢迎 然而培养下一位曾雅妮 保住LPGA在台湾举行是关键 记者于陈汉摄影分享